善恶或福 丝毫不爽 明因食果 去恶修善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明报记》 今天给大家讲述的故事 名字叫《采银杀人》 冬魏末年 夜下有一群人到西山采掘银杀 人还没有全部从洞里出来 突然间洞穴崩塌 走在最后的那个人 因为石头塞住洞口 无法出来 幸好他没有受伤 崩塌的地方 石头不是十分密合 从小缝隙中还可以看到微弱的阳光 他心里想 这一下子绝对没有活命的机会了 于是就一心念佛 父亲得知儿子被压在山洞里 却无法挖出尸体 家里有贫穷 没有能力为儿子超见修福 只能捧着一波粗饭到寺院去 希望能供养一位僧人 为儿子修福 但是僧人大都需求丰厚的供养 不肯接受他的粗饭 父亲不离捧饭 痛哭 有一位僧人怜悯他 接受了他的供养 吃完后就为他儿子持咒祈福 当父亲的这才安心地拜别回家 就在同一天 洞穴中的儿子忽然看见一位僧人 从食器中进入洞里 手持一波饭 叫他吃 吃过以后 从此就不再饥饿 于是就一心端坐在洞穴中念佛 过了十多年 齐文皇帝即位 要在西山建造避暑行宫 当工匠移除那些崩塌的石头 发现洞里的人还活着 就把他救出来 送回家 父母看到非常惊讶 高兴 从此 全家都被感化 学佛修行 善恶因果 轮回报应 朕迷醒望 狂正人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一期的明报季就播送到这里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